大家好,我是来自EVA半导体微控制器市场部的Eric Huang 很高兴有这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STM32在图形化界面的解决方案 首先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两个不同的解决方案 首先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我们高端的一个H7的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屏幕 它是一个800x480的一个分辨率 同时可以看出里面是有我们H7的高端芯片 同时也带用了我们的TouchGFace的软件 可以看出整个的动画的流畅度是非常好的 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在一些不同场景的一些应用 例如我们可以在一些压力传感器上面 可以做一些全屏旋转的一些动画 同时我们也有些特别的一些应用场景 像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些E-Bike的应用场景 可以看出我们的所有的空间 例如条形旋转的一些空间都是自带的 上面的动画都是非常流畅 我们的终端用户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一些空间 来直接在他们的终端产品上面使用 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 同时在我们很多一些动画的作用里面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功能 例如像我们的一些实量图片 如果在工业上面我们需要画很多的一些图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实量图片可以节省很大量的一个存储空间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播放视频类的一些动画 这样的话客户的一些品牌方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在低端的上面也会有一些解决方案 在低端上面的话 这款就是带我们STM32 G0的一个小于1美金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像这个demo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分辨率 是320x240的一个分辨率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在这种G0 M0核的 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做到这种开机动画 也是非常比较流畅的 同时我们的它是GFace是可以支持多国语言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语言的一个设置 它整个过程都是比较顺滑的 而且你在选择的时候还带一些惯性 这些都是可以增加用户的体验 下面我们选择中文 选择中文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些 就是我们在工业上面的一些应用场景 例如图表类 因为图表类还是使用的场景比较多 好像这种动画的话 我们STM32 G0也是可以通过软件去做成这种效果的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两个dem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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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